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2055章听我的 怎么就睡着了呢 工作人员有些自言自语的说 这名工作人员一边自言自语 一边整理这桌子上的东西 虽然刚才陈若曦把他弄晕的时候 几乎是神不知鬼不觉的 但是特勤局的人物都不是一般的人 这家伙已经有点怀疑人生了 挂断了电话 叶浩轩还是有些不放心 他给神主挂了一个电话 主人 现在有什么吩咐吗 神问现在是叶浩轩的铁杆小弟 自从在雪峰之巅 见到了叶浩轩那冲天而起的气息 他就决定这辈子都跟着叶浩轩混了 跟好老板娘 让他别做傻事 如果他要继续调查一些事情 你及时地把信息回馈给我 叶浩轩道 明白 神主一点头道 主人 现在还有什么吩咐吗 另外 保护好所有人 如果我回去 见到他们任何一个有一点伤害的话 后果你懂的 叶浩轩道 如果有人有任何伤害 我提着脑袋去见您 神主信誓旦旦的说道 好 相信你能做好这件事情的 记住 不能出一点意外 叶浩轩在三丁主道 老板放心吧 我自认为我自己 还是有些用处的 神主笑了笑 叶浩轩的顾虑他清楚 现在他相对而言还比较弱小 但是保证各位老板娘的安全 他还是能做到的 另外有件事情要问你 叶浩轩思索道 如果按照西方神话传说中来说 你就是吸血鬼的始祖 这件事情没错吧 没错 我就是血族的始祖 神主犹豫了一下道 曾经有一个名字 叫做该隐 不过名字只是一个代号 我的生命体没有那么强大 每过几百年 我都会找一个身体相当好的宿主重生 所以 我的名字也换来换去 老板 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了 有什么问题吗 神主有些不解的问道 哦 那么说 你的后代现在就算是见了你 也不认识你了 叶浩轩有些诧异的问道 不不 他们认识我的 不管我的身体怎么换 他们还是知道我身上的气息的 神主摇摇头道 但是 现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血族的存在吗 神主的话有些伤感 早在很早以前 他创造了一个叫做血族的种族 这个种族和西方世界里的狼人并驾齐驱 和教宗水火不容 那是何等的庞大 但是现在呢 教宗的信徒几乎遍布了整个世界 可是他的血族 却几乎绝迹了 这种反差让他心里有些过不去 有的 前段时间遇到过 上次你来这里的时候 我忘记告诉你了 现在突然想起来了 叶浩轩笑了笑道 不过这家伙 貌似有些不太友好 老板 你 你说的是真的吗 你还能遇到血族 你还能遇到我的后代 神主有些激动了起来 先别激动 你先给我讲讲 你们的种族到底是怎么绝迹的 别告诉我是教宗的原因 那些家伙们 虽然是你们的克星 死敌 但是他们远不如你们强大 叶浩轩道 哦 很早以前的事情了 神主陷入了回忆中 很久以前 这个世界还 不是现在的这个格局 我们血族 和狼人统称为黑暗生物 我们是被教宗所不容的 几千年来 他们一直想消灭我们 本来血族在我的麾下 生活得很好 虽然不至于能把教宗的神棍们打败 但是至少我们还很强大 直到 我到了东方之后 亲眼目睹了华夏远古的那场巨变 而且 我也受到了波及 长眠于地下 但是我的意识还在 我留在西方世界的分身 还能清楚地看到眼前发生的一切 我走之后 有一个家伙代替了我 这家伙的权谋之心很重 本来我们和教宗之间的关系很微妙 他们虽然想消灭我们 但是没有那么大的决心 后来这家伙想把整个教宗给端掉 让血族统治世界 但这是不可能的 可那孙子照做了 也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他才挑破了教宗的底线 从此以后 教宗加大了对我们的铲除力度 不仅是我们 就连我们的对头狼人 也受到了波及 所以我们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弱的 之后血族被围困在一个叫做死亡之海的地方 这个地方通向一个异度的空间 那个地方的环境很恶劣 血族和狼人 最后都是被封印在那时的 说完了这些 神主有些沉默 因为这些都是他的过去 曾经 有一个在他认为十分高雅的种族 就这样被消灭 他的心情现在不难理解 真是猪一样的领袖啊 叶浩轩有些无语的说 那家伙叫什么名字 不管是历史上 还是神话上 关于他的传说很少 神主道 他的名字叫伊斯 你可能没有听说过他 据说 黑暗生活被消灭了之后 他也随着那些人被封印在死亡之地 好了 我了解了 你们和狼人 最后也没有达成合作意向 一起去对抗教宗吗 叶浩轩有些好奇地问道 貌似他们谈过几次 不过遗憾的是 最后都谈崩了 伊斯那家伙不屑和那些野兽为伍 神主道 现在美国的51区 有一些狼人战士 不过 他们貌似是被药水和真剂给制造出来的 我不知道与真正的狼人 到底有多少区别 叶浩轩道 51区的狼人队伍有一个首领 叫做亚利克 他是一名狼人 一名真正的黑暗生物 美国研究出来的狼人战士 就是来自于他 那些狼人战士的基因 就是来自于他 叶浩轩吃了一惊 不错 也正是因为制造出来的基因 都是属于他 所以那些狼人战士 才能十分的听话 不过制造出来的垃圾 怎么可能和原版的比 他们的实力 至少被削弱三倍 神主道 原来如此 叶浩轩一点头 他沉思了片刻 主人 你有什么疑问吗 神主道